谢谢大家 时间过得很快 每一天一个礼拜 人生就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 我们学佛人就是要在烦恼当中 要找到菩提解脱 因为我们很多人很可怜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很多事情都是一知半解的 所以其实2020年过了之后 天时的确变得比较厉害 所以现在各方面的天灾是不断了 南极洲大家都知道非常冷的地方 南极洲冷得不得了 居然随着气候变暖 现在南极的气温首次超过了20度 所以专家过去说了 即使夏季也没有 从来没有南极是很冷的地方 都没有这么热过 所以这个是不正常的 南极是很冷的地方 南极有四亿个黄蜂 据说在亚洲肆虐 然后非常非常地麻烦 那么现在世界很多的国家 都在跟新冠病毒展开的决战 美国在2020年开始就爆发了40年来 最大的严重的流感 印尼的洪水有17多万人 牧家可归 大家在澳洲都知道 澳洲的大火 山火 洪水 雨季的洪水泛滥 还有65万只蝙蝠 涌入了城区 英国迎来了世纪的风暴 加拿大 加拿大芬兰的暴风雪 整个把城市都封了 所以国家都宣布紧急状态 在巴西的圣保罗 遭到暴雨袭击 37年首次撤离了几万的住家 菲律宾的火山喷发 数万居民撤离 各国地震的频发 尼日利亚爆发新一轮的拉萨热疫情 所以等等的这一切呢 就是告诉我们 现在这个天灾呢 真是不断 那么人呢 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 自己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你要是今天不懂得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你可能就会受到伤害 就像现在的人一样 现在的人比过去越来越容易暴怒 越来越很难相处 所以你没有一定的忍耐 没有一定的对别人的理解 你很难能够有一个自己很好的心情 所以师父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现在社会 人与人的接触 实际上就是一种心与心的相通 如果你能了解它多一点 你就能够心里跟它相通 会过得好一点 你如果经常的心中想不开 你就会有很多的心魔 你看看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人总是在想不开当中生活 总是在很多的内心的折磨当中 过着日子 这就是一种心态 也是一种心里的心魔 所以只有把这些想通 去把它自己内心的那种不好的意念 把它消掉 你心中才会不产生障碍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么容易有障碍 因为现在的人没有道理可以讲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每个人嘴巴里一开口都有道理 那到底谁有理呀 因为你觉得你有理 他觉得他有理 所以这个理就没了 实际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当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的魔心就开始运作 然后你的心变得狭小 变得争斗 你就会变得嫉妒 然后呢 你自己内心的那种慈悲呢 宽广无量心呢 全部都会慢慢的消失 所以当一个人 争斗心多了 烦恼心多了 嫉妒心多了 那么人就慢慢的会 对自己的内心产生破坏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怎么样能够避开一些烦恼 实际上在这个世界当中 很多人说我想避开 但是避不开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心态 对不对 你想一想 有一个2月19号的报道 在澳大利亚悉尼 遭到风暴袭击 那天晚上 我相信你们都感受到风暴袭击 哎呀 狂风啊 暴雨啊 一个男子在回家的路上 结果被风刮来的煤气罐砸死 你们想想看 人多可怜 一个没习惯就把你砸扁了 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活了 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活了 所以大家懂一懂 现在澳大利亚的蚊子特别厉害 你们要当心 平时睡觉的时候多擦点风油精 真的 因为蚊子怕风油精的 你身上擦一点之后 你晚上睡觉 它闻到那味道 它就不过来了 你如果不擦的话 它这些蚊子 是因为澳洲的暴风雨 有数百万只毒蚊子滋生 会引起传染病 所以希望你们平时 把那个风油精带在身上 跟师父一样 这个真的很好 风油精万精油特别好 然后呢 你们看到过澳大利亚一个新闻 两列火车相撞 结果火车出轨 你们看见吗 一百多人的火车脱轨 两人死亡 数人受伤 想一想 在Sinibonday Beach 两个人在Bonday Beach 岩石边上玩 结果没想到一个巨浪冲过来 把他们拖入海中 男的淹死女的受伤 活救 想一想 有的时候在海边走走路 你都要当心 师父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你们想想看 一个人怎么不要有智慧 一个人怎么也不要避开 有形的危险 还有一些无形的危险 你们知道无形的危险是什么 脑残啊 想不通啊 就是无形的危险啊 因为你天天想着 我想不通 我想不通 你会得忧郁症 你会得精神病的 所以这种无形的 这种无形的就在你心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你就慢慢慢慢的就会心里想不通 然后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那么你就是破坏了你自然的内心的环境 我们说自然灾害 很多人为什么会跟别人吵架 天天抱怨 他碰到了一件事情 他就抱怨 最后他就出事 先讲三名那个乌克兰的 罪汉 开车吵架 有一个人恼羞成怒 引爆手榴弹 蹦的一下 炸的一塌糊涂 你们想想看 你们有时候开车 你们跟人家闹不闹 有的时候 开了紧一点 按人家喇叭 他停下来了 他开到你前面停下来了 他走过来了 你怎么办 你们不要以为啊 你不知道前面开车是谁啊 对不对啊 他走过来打你 你怎么办 我亲眼看见 我在那个女的车后面 那个女的跟那个大货车 互不相让 在Top Ride的那个 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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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Ride的那个边上 就是拐弯的 拐弯一个大马路边上 那个大卡车司机啊 就 他按他喇叭 他按他喇叭 那个澳洲人 他跑上来 把他拉出来啊 就是一拳了 怎么样 我打了你了 怎么样 那女的最后自己开车跑掉了 你不是白打 你为什么要去跟人家争呢 让 礼让三贤 在家里也要让 在社会上也要让 因为当你忍辱的时候 你就避开了灾难 你不能忍辱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灾难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 不能 人跟人 不能争的 你看 最近刚刚报道的 澳大利亚的橄榄球队员 叫Buckster 他 纵火烧车 把他的前妻和三名女儿 孩子少 三岁 四岁和六岁 你们讲讲看 你以为离婚了 没事了 对不对 冤结还没结束 他搞你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结束了 就结束了 法律上 结束了 但是感情上 他不要命 你要命 所以最好的方法 像我们 还有办法 很聪明 那些不学博的人 怎么办呢 不能念 有的时候跟孩子闹翻了 孩子哪一天都跟你翻脸 你只有念结节奏 对不对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 不要去争吵 自私为己的人 他心中没有慈悲的 他只有仇恨 所以我们不能在自己心中增加 那种各种各样的仇恨 所以 现代人的自私的想法 就像一个个癌细胞一样 侵蚀着你的身体 这个想不通了 那个想不通了 这件事情想不通 那件事情想不通 天天想不通 就像癌细胞一样 侵蚀着你的身体 让你变得越来越暴躁 身体觉得不舒服 感情觉得不舒服 人活在世界上觉得不舒服 那么这个世界 就会不舒服 对你这个人 就会不舒服 你的生活 你的感情 全部都会被你的 心里的那些癌细胞 所侵蚀 然后慢慢的变成毁灭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人不管碰到任何事情 主要是一种感受 你感受还很好 你就过得来 你感受过不来 就过不来了 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了 当时的感觉 对你非常重要 因为你当时感觉 没有关系 你可能就没有关系 你当时感觉 这个事情我过不来了 你就造成了 你过不来的痛苦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什么事情都要过得来 有什么过不来的事情 对不对啊